你印象当中二十岁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 有哪些关键词的标签 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青春 你的二十岁是什么样的 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不靠谱 忙碌 迷茫 奔跑中 三千千 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在忙碌中 我在工作 我在工作 哈哈 哈哈哈 好 重返二十岁 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别睡了 起来 OK 加油 你帅呆了 酷 哈哈哈 我会觉得那个有点太少了 好好做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二十岁都怎么了 二十岁都 发生了很多事 嗯 你眼中的毕业旅行应该是什么样的 晚上不睡觉跟女生一起聊天 哈哈哈哈 啊我我我没有什么喜欢的人 所以就算了赶紧散伙别旅行了 哈哈哈哈 我也不太喜欢旅行 嗯 跟朋友一块 打扑克牌吧 跟好朋友然后一起出去 枕头大战 对枕头大战还挺有意思 有什么话想对现在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说 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不做何时做 哈哈哈哈 同上 嗯 珍惜 就是珍惜 最好的年纪加油 你觉得为什么选择你来参加这个节目身上有哪种好玩的特质 因为我喜欢波波所以我来了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因为我年轻 因为我还是有点不靠谱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年轻 就是对对年轻年轻年轻 因为我爱看商庆节目 情感大师可以给他们建议 嗯 你是情感大师 你是情感大师 哈哈哈哈 有没有听说过一些现象 二十岁的人开始立遗嘱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我写过的 我真的写过 干嘛呀 有点吓人啊 我写了 我说如果我要是死了 然后呢 我的财产就分成 四份 我们家一家五口 我给我妹妹 我说你拿着给我一个什么什么朋友 他就觉得我煞有结实的样子 就偷看 看完就哇就哭 你二十岁就太富了吧 没有 我真的就是忧过忧民的一天 真的 太傻了 然后就他我就当着他面说 好好好 撕了撕了 就撕掉了 嗯 但我真的是写过的 嗯 嗯 可以吗 嗯 好 好 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